多謝鍾博士 現在是11月中11月尾 離開選舉 一個月都不夠了 所以應該 如果用以往的事情來看 應該就很熱切了 你陣街逛就已經擺滿了東西 現在就好像很冷清 你自己怎麼看今次的發展呢 是冷清的 其實是由提名期到提名完了 到資格檢查階段一個星期 以至現在的候選人名單都已經在這裡了 你見到當然也有些Banner 我早上上班 我經過地鐵站也見到 譬如天衰惠 我見到有些人 有些人義工去派傳單 但是就 我不知道 我還是覺得那些義工都不太厲害 可能不能競爭 但是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那些人都不拿 很多人制住也不拿 有些人就說因為這個瘟疫 疫情大家害怕 是吧 什麼原因都不知道 至於制住也不拿 很好 我都會拿人看看 但是有些人制住也不拿 反應很明顯是冷淡的 還有我們自己日常接觸也見到 很多我們親密的朋友 甚少用立法會選舉來做話題 大家講也免得講 現在講也免得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今年的現象 但是你怕留意到北京 或者在香港親北京的那些人士 就很緊張就說那個投票率 沒錯 最近有一個是你們學術界行家 田飛龍教授 他就說這樣那樣 周浩成說自己是學術專家 跟他在那邊搏嘴 但是田飛龍一語都道破就說 他說為何要將幾樣的選舉 混合來計算呢 最重要是不要拖低他 如果投票率一低 這件事是沒有什麼認受性 當然他是很坦白的 你自己怎麼看呢 當然投票率越高 他認受性越高的 這是真的 大家明白議會性質 議會性質是透過一個公平公開的選舉 大家就投票選出自己的代表 入到議會裡面就有某些的公權力 也制衡政府這樣 香港立法會三個主要職能 兄弟弟很熟 那如果大家都投票的話 選出來的代表就有代表性了 那自然代表性強的話 那你做的任何事情 其實都可以有更強的說服力 還有就算政府也是 你說議會就不是選行慶獎官這樣 但是議會 經過議會的程序 去審議過的政府的法案 政府的施政方案 以至他的申請撥款路易 其實間接也有一個民意授權過程 就是你經過立法議會授權了你的做法 所以對於增加政府的施政的公信力很重要 所以如果投票率很冷清的話 那就是公信力不夠 特別今年大家看到 反應真的很冷淡 那如果投票率真的低的話 那你政府以後施政 都很難叫得響的 特別你這次講得這麼重要 完善選舉 均衡代表 更加有代表性 廣泛的參與 這些口號 我一講出來就已經有人笑了 但是他是這麼說的 如果你說廣泛參與均衡代表性 但是大家冷言對知 當然我們也知道 香港現在的官員 以致國內的官員 他們就不需要理這些事情的 他們就說了就當作了 但是公道在人心 如果到時投票率好像有些人預期 這樣多數三成左右 這樣都很難受的 因為你對上一家立法會選舉 超過一半的選民出來投票的 或者上屆的 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 七成人出來投票的 那是差不多的 譚耀宗就說不要跟他比 他說今時不同的旺日 譚耀宗說很有趣 因為大家都信任嘛 所以不投票 那是不是應該說 政府應該追求沒有人投票最好 哈哈 就是這種拉來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 那但是其實 北京為什麼這麼緊張呢? 因為那些人 你是讓他自由投票的 是嗎? 那他不喜歡投票也好 他自己表達了自己就算了 用不著不緊張呢? 就是我覺得他又要出橫手 改變這個制度 改變這個議會的構成 然後連選舉都改變了 選舉方式 就是令到誰有資格投票 都已經影響了 然後有哪些人一出選 幾重關卡 有五大界別提名票 然後又有資格審查委員會 還有選舉主任會就DQ你 現在可能沒有了 那就是種種關卡 跨著底下 根本上那個 就是誰有資格選 已經經過一些被監察的對象篩選了 跟著就是選民也都受到很大限制 一些功能移植 有很多都改變了選舉方法 所以其實就是選舉方式 就是很不公平的 也都離開了基本法所講的 循步漸進 邁向普選 或者說 政制走向更加代表性的承諾 是可以說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所以他在那裡說他會害怕 如果投票得太低的話 那麼 面子上過不去 而且今次也有很多人 之前又說到要鼓勵一些人 不要三名投票 那我想政府就 趕快通過條法例 是啊 我都沒聽過全世界有哪裏 有些人投白票 鼓勵人投白票 去鎖三名牢的 就是很離譜的 這些嚴刑進法 有些人就覺得說 你們這兩年又很離譜 所以就令到北京 就覺得一定要是愛國者自覺 是 所以他要完善制度 但是你又覺得這個完善呢 就是離開了基本法的 離開了很遠的 就是我80年代初入大學 我們那時支持民主回歸的 當時一而再再而三的承諾 就說民主回歸 趙紫陽寫封信 給我們學生會都這樣說的 承諾將來香港只會更民主 最後基本法頒布之後 雖然已經收緊了 都承諾了會全部漸進 萬一普選 而且基本法 對於福建義 對於行政黨工作選舉產生方法 是講到頭兩屆的 第三屆基本上有三部曲 所謂 就是三分之二議員支持 跟著行政長官同意 就可以交給人大備案了 三部曲 現在打完球 變成五部曲了 已經 現在不再提 現在不是而已 現在倒退了一個階段 最大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些人這麼冷淡呢 現在倒退了一個階段 你想想 我們在1982年 有第一屆的區議會選舉 當時雖然都不是全部直選 但已經很刺激了 起碼一半是自己選出來了 然後1985年開始有立法局的間接選舉 下一屆就已經有直選了 其實制度的轉變是循著開放走的 現在不是 一下子 去到八十年代初 不如 是呀 所以我都不明白他們怎樣去解釋 很多官員更加說 現在就是 真的平復了社會了 我們愛國者治港 所以將來的施政一定會很暢順 亦都會 可以照顧到市民各方面的訴求 你是不是這麼樂觀呢 我覺得民治代表入到議會之後 他一定要考慮自己的選民有什麼看法 所以他怎樣都要向市民交代 如果不是的話他下一次選不到 我覺得這個所謂代議政制的精神就在這裡 如果還涉及一些重大爭議的 他可能要有些方法諮詢選民 甚至有些國家 是有些全民投票機制去推出這件事情 一般情話之下 他就要有一個政綱 那麼他那個政綱得到選民的授權 選了他 那麼他就可以 覺得是有個授權之下去處理一些事情了 好了 現在你這群代表 用這麼嚇雜的選出來 那麼你見到現在這次選舉的人 哇!很多我也不知道是誰 真的被彈出來的 不知道被爆出來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呢 報紙也有報導 有很多 怎麼會連他都不知道的 連電郵、電話筆都沒有的 那麼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麼有些呢 就是我們真的 對他的往績真是很有懷疑的 譬如 舉個例子 我們也認識的 馮檢基那樣 他幾次選了都輸的嘛 他上次區議會選只有150多票而已 是不是? 那麼他現在又入格 看來那些以前什麼重票的那些 玩都不能玩 是不是? 坐牢 那麼我覺得 其實本質上這次所謂的 完善選舉呢 實際上是對香港發展了三十多年的選舉制度 是一個嚴重的破壞 其實北京去搞這個完善這個制度的時候 有沒有聽聞民間各方面的意見 包括你們 或者你們的朋友各方面 你有沒有知道有沒有人諮詢過你們呢? 我就沒聽過了 真的 我真的沒聽過 相信你們局內人 以前 我相信我跟很多局內人的理解 就完全都沒有任何諮詢的了已經 所以所謂的諮詢就沒做過了 第一就 第二就 基本上都是自己 一班京官 決定了之後就決定了頒佈 然後你們下面那些流羅 建制派都已經先形容了 就一次叫好 大致上都是這樣 我所知道 其實對任何人都沒什麼益處 這不是我們香港一向 香港就真的沒有民主 政府從來都不是我們選出來 但我們都有一套制度 去聽一下意見 你都未必聽完 但你聽了 大家有什麼妥協 然後找一個共識 你就單方面這樣去做 那對香港有什麼益呢? 對國家也有什麼益呢? 我覺得這個很明顯就是倒退的事實 第二 我剛才講過了 你政府的施政 沒有經過一個有公信力的議會過程 去審議 你就算議會的過程當然是壞交的 當然要辯論的 辯論完之後 無論是多激烈 議會有一個程序 一旦通過了的話 那你政府的施政方案 或者法案 都叫做經過民意的過濾過程 那現在 我最擔心的就是 政府現在口說 就說會更加暢順更加順利 但是問題呢 就是我擔心的就是 以後政府做什麼呢?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權說 不關我的事 我沒有選過人來審議這件事 沒有我的代表在議會裡面 是不是? 政府這件事 我不需要負責的 那就是說 選民不會為政府的決定 作出承擔 你如果有一群議會的代議士 那我最多是埋怨我選錯他 是不是? 但是起碼的決定都是經過一個 我認受了過程 猜拐轉動 我猜拐了 是不是? 但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任何的決定 大家都有權說這個議會不代表我 這個政府不代表我 所以任何決定都可能會 但是坐在裡面那一群 就會肯承擔的 看又怎麼說 現在你看到建制派的議員或政黨 過去的特點就是 今天打得我打得再得我 第一就是 第二就是 我又不是得罪說 就是很多 如果他完全沒有競爭的 老捧的了 你可以想像 沒有一個辯論過程 其實很多時政府的施政出錯 也都沒有人會知道 沒有了民意輸入渠道 出錯會知道 第二 有一部分建制派政黨的議員的質素 大家是有眼看的 這個也不用 那田秘龍也說 什麼忠誠的廢物 是的 有一些真的有眼看的 那我覺得這些人 就是長期在議會 如果他進去 原因不是他得到選民的認討 他是一個制度的傾斜 雖然我覺得很對 香港議會沒有全面的民主 但是起碼也有一定的進展 過去這麼多年 那現在這些事就 大幅度地倒退 那我很擔心就是 政府以後的施政 第一容易出錯 第二 沒有了民意的確認 到頭來更加難說服市民 而且現在好像有什麼批評 他們都很難忍受 動一點就扣你母子 是的 你就算看彭博最近寫了一些評論 說這選舉 這個局長馬上寫信去罵他 是的 彭博就是了 那別人說是意見而已 是的 他用的字眼真的很好試 extrarily deplorable 其實人家說了一些事實 你就不去反撲那些事實 你只用一些政治的標籤去回應 等於美國那個商會出的 就是有一個委員會出的報告書而已 什麼都會發官名 你看到政府的反應 說說三道四 肝如來症 散播恐慌 但是你看看那份報告書 那份報告書的第五個chapter 就是講香港的 總共五十多頁 總共五十多頁 那麼就八大 有八個 summary 都有八大段 五個五項建議 最留意到的就是說 他只是footnotes 也有三八零七項 哈哈 那別人真的有根有據 那你只是彈幾句術語出來 讚播恐慌 說三道四 干預來症 就是經血反對這樣 那麼 你這些說法是 就說服不了人了 簡單說 但是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令到更多香港人也好 外國人也好 是不敢怎樣出聲呢 其實這個情況都普遍了 特別是 現在出聲的代價比較大 你知道了 隨時可以扣你帽子 說你散播恐慌 煽動分裂 甚至造成對政府的敵意 都可以的 是吧 我早上都發一篇文 就算在學院裏面 現在這些學者都很出身 你看到近一年很少學者出來說的 我自己都在學院出身 很多時候都接觸 有些學者告訴我 他們現在出席一個NGO的研討會 要回去寫報告給上司 即是說在那裏說了些什麼 說了些什麼 以前 以前都有一個申報制度 以前我們是報你出去做些什麼 出去有錢的就要報 但是你不會就著那件事的內容去申報 現在不是要申報 不是你做了些什麼 所以我們 我們每次現在發報會都會請人上來做評論的 嗯 我們現在請人做評論是很困難的 哈哈 有些人不敢 有些人不敢來 但是講到明不敢來的 嗯 你說有些大學還要上課講話 就全部被人錄影了 這個是我最近 因為聽到同事 就是好像在我們議會內外那樣 這個我很確實的了 已經知道了 因為我聽到有這個說法之後 我就找另外一些在同一間院校教的同事 再問 那都證實了這點了 就是說某間學院 起碼一間我知道了 她說她是現在每一節的課堂都錄影了 哈哈 那我同事就 有同事就很直接地說 她就說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都不知道她會怎麼用 也都不知道會不會有些學生 有些人拿去做篤灰的材料 所以她說根本就沒可能倡所欲言 那麼 我自己也有在一些院校幫忙教一科兩科 事實上也有同事 剛剛在Summer semester 跟她們勸介我 她說我們BBC這班 有百多人 有一群是紀律部隊 政府推薦文書來的 你小心一點 不要亂說話你這麼多嘴 你小心一點 最好的方法就是拿著勾拉 一續劇讀 讀完孫蘇 那用鬼上課 讀完孫蘇我剛剛說 他這樣教我 他出去好意教我 很多同事都這樣做 唉 那你真的怎麼搞 人家問 那間哪間大學 這樣就說不出了 無謂說 無謂說 但這個是確確實實 特別是剛才講到錄影那間 我是找過不同的資料來源找過的 但那些人又不出聲 那些老師那些又不走去抗議 是有種恐慌 即是年輕學者 就很多時都怕做不到藥 連做得久的那些 又現在擔心 即是動節得救的話 影響自己將來升遷 各種東西 所以大家都息切靈人 變了現在學院的氣氛很靜 這是真的 那真是很麻煩 那你們就是民意研究所 以往選舉就很多東西搞 是 沒錯 那做什麼 今年選舉你們退休 現在怎樣 沒有退休 我們最多半退休 哈哈 我們過往香港民意研究所前新 香港民意研究計劃 唱一屆都是民意研究計劃 我們從九十年代開始 已經每一次的選舉都有做一些調查 我們之前會做一些 大家投票意向的調查 跟著會做一些 當一個名單出來之後 會做一個名單做一個滾動的調查 就是看看 隨著時間轉變 隨著臨近的選舉 大家對那些支持的政黨 或者支持的名單的轉變情況 我們有做票站調查 就是在票站裡做投票的情況 但我們就等到投票後才公佈 其實上一屆 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做票站調查 因為為什麼呢 當時也有一些 不知哪裏彈出來的民調機構 也是做票站調查的 做票站調查 其實在全世界 一些文明國家都有規定的 你不可以變成一種選票選舉工具 你不可以拿出來做配票的工具 借票站調查之名 但是當時向特區政府提過這個警告 但是特區政府就不肯做任何事情 去阻止這件事發生 所以上一屆 當時還是鍾情瑤在香港民意研究計劃 就已經沒有做票站調查了 但是之前做一個 就是大家投票意向的調查 以致滾動調查都是有做的 那麼今年我們都考慮過 其實今年我們都很大掙扎 因為資源又不是 現在獨立了 資源又不是多 那麼做一些調查是很貴的嘛 以前我們做這些調查 會有些傳媒機構 和一些支付組織去資助我們的 今次一間都沒有 今次一間都沒有 他們不想 這些傳媒機構都沒有資助我們 今次 那麼變成了 第一我們沒有新的資源進入 那麼第二 就是今次這個選舉 那些人都不知道那些人是誰 怎麼做那個 怎麼做調查呢 那麼很重要 他說你的調查是零 這個陳泰文是零的 第二一個就是一 這樣都可以的 那麼我們就考慮過了 那麼覺得滾動調查是太花資源了 所以我們就不做了 但是有兩類調查我們繼續做的 第一類就是 第一就是大家投票 投票意向的調查 就是你會不會投票 投什麼票 第二就是 我們會在投票日 就是在12月19日之前 會做三次 第一次就下個禮拜會發表了 已經 不是下個禮拜 今天已經20月 我們第一次是明天會發表了 就是問什麼 就要問大家投票意向 投不投票 投不投票 你不會出去出場投票 會怎麼投票法 哇 那天廉署去開記者會 有人問你 就是因為我們 我不肯回答啊 你不怕啊 你出來了 三年啊 我們呢 第一,我們過往都會問的了 過往都會問的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我們 就是我知道了 有一個什麼法學研究會 就去投訴 又說我們嚴重干擾選舉 這樣子 真的很大罪啊 所以呢 當日記者就在廉署 開記者會的時候就問廉署 還有問是否犯法 答是否犯法 這樣子 不答 就是我覺得怎麼可以這樣 一個地區的法例 是這麼刻意制度模糊的 現在是 是啊 就是不行的 好了,我不管他怎麼回答 那我們 我們第一就覺得 就是作出這個投訴 這個法學會 這些是法盲 簡單地說 就是我覺得 麻煩你不要用這個文革的態度 就是 做民意調查 一個很簡單的原則 就是我們問一個問題 我們就會提供一個答案選項 那些選項應該包含所有的可能性的 那我到時不會問你 你不會投白票的問的 我只會問你 你會不會投票的 你打算怎麼投票 那你可以選擇 A 我投票民主黨 B 我投票民建聯 C 我投票這個自經黨 B 我不會投票 E 我投白票 或者他講我投白票 那麼我們就說 他告訴我們他怎麼投法呢 我們照樣記錄下來 然後到最後 我們就讓大家知道 香港人會用什麼態度來面對這些選舉 那麼我們沒有叫人投什麼票 我們只是記錄下來他想怎樣 那所以 如果你說你不應該問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就違反了調查的原則 就不是包含所有的可能性 這是第一點 第二 我覺得動節就抬到 就是違反國家安全 煽動 我覺得這真是典型文革作風 我呼籲這個所謂法學會 麻煩你們去看看 剛剛通過了六中全會通過了那份 關於歷史問題的第三份決議 都是決議的說到 文革都仍然被否定的 不要在香港搞文革 希望他們 所以你們不害怕的吧? 我們又不是叫人投什麼票 我們只是問你會怎樣投 那麼他講話會怎樣投我們會怎樣記錄 你也記得當年鍾廷耀的董劍華事件 是啊 二十幾年了 民調可以是很爭議 而且是很敏感的 當然是 我們知道民調一定的爭議性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有個責任 因為我自己常說的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其實或者有領導能力的政府 他不一定要跟到足民調的意見 但是他一定要知道 一個領導的政府應該就能夠駕馭著這個處境 也能夠領導的社會 所以一時的民意就不需要太過介意 你民意反應不好的 你就想想怎樣說服公眾 或者說你看看有沒有需要調整 如果知道民意長期都不支持你 你知道有些事情要檢討 但是又沒有叫你跟著人意 但是你的政府一定要知道民意 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民調機構 我們希望能夠盡這個社會責任 用一個所謂的科學民主的態度 給社會各界知道市民 對某些市民的看法 譬如說想讓人知道 市民如何評價這位特首 我們定期會做特首評分 我覺得你不高興你的事 關了什麼事 不高興我暫時還沒出事 是啊 還沒出事 還沒出事 你說明天就會有個宣佈 這個做法做三次 我們會有三輪 第一輪23日明天會發表 第二輪就會在12月3日 第三輪是12月14日 就是選舉前的幾天 我們有三輪用電話隨機抽樣的 全港性的調查 即是同樣一樣的 是的 都是問大家投票的意向 以及投票的選項是怎樣 另外一日 首先我們會有四次利用我們的民意群組 即是我們有個意見群組 通過電郵 我們有超過十萬人的 在你的群組 那些人是怎樣上去你的群組的 是自願加入的 我們現在有十萬人 越多人就越好 現在的人看到可以想加入都可以的 是嗎 都可以 加入了又怎樣呢 加入了之後我們定期 就會將我們意見群組的調查 透過電郵發這個問卷給他的 他喜歡就回答了 我們每一次做都有五六千個回來的 我們希望透過三次之間的四次民調 如何透過民意群組 了解一下對投票的意向 或者我們會問他們對選擇甚麼候選人 那個意向是怎樣的 即是那個跟明天宣布的又有些不同 是有些分別的 重點上 問題都有些不同 有些分別的 其實都是想幫社會了解多些 即是現在的民意的走向 或者怎樣 當然是 即是選舉 選舉都是重要的事 特別是立法會 即立法會是 未來幾年代表香港市民去 監察和制衡政府的 香港的錢怎樣花 他們有很重要的責任 所以我們覺得 雖然我們知道今次選舉 是一個很有局限的選舉 但我們希望了解一下 市民用甚麼態度來面對這次選舉 亦都給政府 給北京知道 市民 今次面對選舉的態度 跟各國有甚麼不同 我覺得這是 我們是服務著社會 服務著政府的 希望政府能夠正視這些問題 了解民間怎樣看 然後逐一針對性的改善 有沒有人出來叫你不要搞那麼多事 因為現在我時不時又聽到 有些組織又好 個人又好 有些人敲門 跟他說話 你們有沒有人 我暫時未收過 我所知鍾廷耀都應該沒有收過這方面的勸戒 是嗎 你知道我說甚麼 好明白明白 因為其實以前可能不是那麼流行的 現在好像都沒甚麼要緊的了 都踩到上門的了 我們就沒收過 我們只知道有甚麼學會 都去投訴 那些就行了 就文匯大公 然後就作出嚴厲的指控 說民意救所 就是怎樣 嚴重干預的選舉 但也不用被他嚇到的 我們本著民主科學精神 我們沒有理會這些 但是無謂的精神 暫時沒有理會 那選舉那天你們是甚麼不做的 選舉那天就不做了 以往做票站調查 上一屆已經不做了 今年都不會做 因為選舉票站調查 很浪費人力物力 到時有六百多個票站 我們是沒有足夠的財力去做這件事 即是外國 看外國的大選 很多都有做 而他們那些 好像是挺準的 一次一次 近幾年 譬如英國的大選 那些人就懂得玩這些遊戲 刻意誤導選舉 所以是這樣 真的沒甚麼意思 但是民主調查 你做得好 有一定的預測性 譬如上一屆 去年美國總統選舉 其實最後一輪調查 就偏差比較大 但如果你不是看最後一輪的話 在之前幾個月 一直做著滾動性的調查 結果是很準確的 是嗎 其實一就是那些被調查的人 亦都很誠實的 很誠實的 有些很明顯的矛盾 和不一致的問卷 是會剔除了的 真是慘的 那你們又說那些錢 不是那麼多了 那你們過了選舉 都可以繼續生存的 是嗎 還是怎樣 暫時我們還有條件去營運 我們工作一段時間 應該是 其實你們是否一路籌錢 或現在籌錢都會被人拘捕 又說洗黑錢 會不會有這些問題呢 當然有這個憂慮 我們鍾庭耀在兩年前出來獨立 那時候正值抗爭運動 所以那時候籌錢是挺理想的 籌了一筆錢之後 我們也定期有一些所謂subscriber 就是他們訂閱我們的通訊 但是我們這兩年 就沒有再進行過大型的籌本運動 現在正在吃老本 這個第一點 第二就是那些subscriber 是在減少的 因為那種很多人失望 有些人移民 有些人放棄 變成了我們有些所謂subscriber 我們那些人一直在減少 當然又未至少得很重要 但是是在減少的 我們都要想辦法 但是如果有些人現在看著 居長支持你們都可以的 你們都可以的 我希望呼籲大家上我們的網頁 你們支持我們有兩個方法 第一就是subscriber我們的通訊 其實我們覺得 如果多些人參與 每個人每個月捐10元8塊 已經有一個好好的幫助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希望更加多人加入我們的意見群組 因為我們的意見群組現在已經有10萬人了 如果這個群組越多人的話 那代表性就越高 我們每一次做意見群組調查 因為不是全港性抽氧 我們都會透過跟我們其他調查 做一些數據上的對比 就有一個很嚴格的 所謂的數據加權的方程式 我們會令到他加權之後的結果 是會跟全港性抽氧 是會比較貼近的 我們間中也會將部分在意見群組做的調查 同時會做一個電話抽氧調查 是最對比的 然後我們保證我們的加權方程式 就不是像田飛龍那樣亂說的 我們是禮真的 我們是禮真的 就會很嚴謹的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發光發熱 我們會繼續努力 多謝 現在因為沒有詳情我不知道 我都希望政府能夠有更多資料說服我 因為你有一個地區投票 地區投票的話 在香港有一個永久地址 才有登記了選民 我知道有部分回到國內 現在在數字上 我們有四十五十萬人左右 在國內生活 但實際上這個數字過去是在減少的 因為疫情之後有一班人回來 甚至有一些因為退休養老 回到國內 甚至去到福建 廣東省逐令中緣那些 過去兩年陸續有人回來 因為醫療的問題 中毒問題 所以其實實際上現在國內幾多人生活 政府都沒有一個很準確的數字 你更加枉論要證實的選民身份 我覺得 所以這次政府這個說法 我不覺得很有效 我也不覺得會有很多人去投票 如果你說涉及功能議席選舉 所以就更加好笑了 他們本身可能都不是屬於任何界別 那你怎樣 你怎樣編就這樣 那張選民名單 在配站上有些簿給別人看呢 這個我也覺得是一個技術上很難解決的問題 不過特區政府似乎就 這件事都要迎合北京的需要 第一就 第二也都想盡量谷高投票率 他都不理會一些技術安排 包括了到時參選的那些團隊 有沒有辦法去監察那個票站的運作 這個對選舉的公信力有一定的打擊 但是政府也要做 所以我希望有更加多的資料 讓我們去放心一些 暫時就看不到有什麼政府提供過任何的資料 是令我們放心的 那麼你們也在口罔投票站 如果真的撤立了電話 是不是民間都打算他這麼做 我們做不到的 我們不會做票… 第一,我們不會做票站調查 那麼我們現在做的電話調查呢 電話調查是沒有國內電話的 所以我們是打不到給那些在國內生活香港人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接觸不到他 那麼有多少人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真的沒有這個打算 那麼你說將來他有個票站在口罔 哪個口罔也不知道 我想口罔也沒有讓我們去 所以我們沒有打算就著口罔票站 這件事做任何的調查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想問就是你講學校的問題 是 是他學校自我審查 還是有些國安或者其他人滲透了 要遊樂園或者你們做任何任何 所以你們今天的訪問要回報告 其實要跟什麼人交代呢 是學校裡面的委員會不會一直在國安 具體我不知道 不過我已經沒有在學院正式全職教書了 不過我聽到的說法 起碼我聽到兩間院校的同事跟我講過 就說他們現在出去參與一個NGO舉辦的研討會 一個講座諸如此類的東西 他們回去之後要寫一份很簡單的簡報 講一下你昨天什麼時間 出去了哪個機構 還有講了什麼 簡單的有一個簡報給他嘗試 那麼我不知道這是一個程序上的要求 大家在程序上做一去算數還是怎樣的 但是起碼有兩間院校的同事 是表達過他們有這種做法 有這種做法 那麼我只能夠說兩間不同的院校 我沒有再做新的生活調查 我不知道他們兩位有沒有講大了 講小了 終於是有 另一間是全場錄影的那間 我先問了三個在這間院校工作的同事 那麼似乎他們的講法都一致了 那麼似乎都不是說 起碼他們不會覺得是 就是不會首先去到懷疑到 有些國安要求這麼做 但是似乎院校是有個 有個自動自覺 那麼 這間院校幾年前已經在 學校的民主場上面裝了一個鏡頭 錄字的學生 已經貼Poster了 那麼現在就每個課室都裝了錄影 跟著就跟同事講 每一堂都要錄影了 那麼有同事是有不同的意見的 但是最後都是這樣做的 那麼就是 至於錄了之後會怎麼用呢 暫時都不知道 但是總之錄了之後那些片就會在這裡 那麼就是怎麼用呢 會不會 他們有些同事是 有同事是說過會擔心 會成為將來被人篤灰的材料 所以說話要特別小心 因為鏡頭對著你 而且不是說記者 是不知道誰會看到的 那麼他們會有些憂慮 所以有同事都直接說 根本上現在他都不敢略說欲言 特別你教一些跟人民社會科相關的同事 基本上就不敢 說一句都無謂了 那麼所以就出現這個現象